再聽電話 恐怖 左少爺 是不是正在出街了 是啊 外星人都看到了 嗨 嗨 你叫什麼名字 Candy 阿卡 我還沒聽過Candy帶上來 我還沒 大家先冷靜一點 人家剛剛失戀 不要緊 上面寬頭來了 先進去 OK 好啦 我不是 我們先換個心情給你 Candy 是嗎 是啊 多少歲 我不小 我們也不小 剛剛分手 其實現在的情況很複雜 我之前跟我男朋友到現在 五年 五年來 其實我們都一起住同居 嗯 然後現在的情況就搞了很複雜 嗯 他有一天 突然跟我說分手 嗯 然後 後來 我發現 原來他喜歡了另一個女生 他說他已經考慮了很久了 之後 他就說 我考慮了很久了 我說分手沒得慢了 然後 然後 之後 我又說 那我做錯什麼 還是怎樣 他就一抹一十秒 說出來 他說覺得我有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然後他說 他說 他覺得我不是一個溫柔體貼小鳥的人的女生 嗯 然後 然後 我說 我說 一些性格的東西可以改 那我就 叫他 叫他給回機會我 叫他給機會我改 那還有 之前 之前 這一陣子 我沒什麼做 他就覺得我 他覺得 我燈爛了我身很爛 他就說 覺得這樣很不欣賞我 因為自己 可能之前 自己做完事之後 有些積蓄我 然後就燈爛了我身 就 懶得去找東西做 然後他就說 覺得我這樣不好 然後 到後來 他 他都很坦白 好像上個禮拜 他跟我說 他約了那個女生 去吃飯 嗯 然後 然後 其實我為什麼會知道 發現 有一個女生 那 是我在電話裡看到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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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說喜歡了另一個女孩子 她是不合那些朋友 就是性格不合那些 是的 她最初只是賴性格不合 但是我覺得 我跟她五年那麼久 我覺得不相似 我平時就算 這個文碼我都不會查她的電話 然後我沒有辦法 我查了她的電話 我真的知道了 我的性格又忍不住 我就馬上拿著電話問她 我說什麼 你跟我說你純粹和我性格不合 那為什麼會和其他女孩子很曖昧 然後她說 那你都能給我看 那大家沒有話可說 我不想讓你知道 是你自己要的一臉 我都想你很落臺一點 這樣跟我說 是啊 然後 之後 她說你既然見到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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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說 你走吧 你叫我收拾東西 回家走 然後其實 我和自己 我自己家裡 是有些問題的 而且家裡 都沒有地方 可以容納我給我住的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給你時間搬 我給你時間搬 我給你時間去搞定所有東西 之後搬 然後 之後 我說 那 喂? 在聽著 聽著 聽著 因為突然音樂都安靜了 因為剛剛轉到第二節 你不用選擇 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 我怕以為我騙你 你先繼續 你繼續 因為我的字是很長的 我很怕妨礙你們下班 不要緊要派給你們下班 是啊 嗯 接著 我考慮了 即是她說 那個女生吃飯 當天 我就考慮了很久 我應不應該 打給那個女生 跟那個女生說 你也有那個女生電話的 因為我 那時候就順便抄襲 當然 當然 這樣不好 不過再說這些 繼續 你繼續 雖然我之前這樣做 是很不對 但是 但是 我是沒有辦法之下 才這樣做 因為 我覺得 我知道 人人都說 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說誰 沒有了誰 不行 但是 在這個時刻 我當然覺得我沒有了 是不行的 我明白 而且你想爭取一些東西回來 嗯 是啊 即是她說到那個女生 這麼好 這麼少了解人 那 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女生 還要跟我同年 我男朋友 反而是小我四年的 嗯 哦 小朋友來的 是的 OK 她喜歡親的 也是大過她的女生 我發覺她 OK 那然後怎樣 那天出去吃飯 之後我考慮了整天 我終於 問了我的姊妹 智囊全那些 我終於決定打電話給她 因為我覺得 是有死的 不是有死的 我打給她 我打給她的結果 可能 都是 起碼有一線的機會 我不打給她 可能她們就會 好好的發展 我一樣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打給那個女生 那那個女生 聽完我說之後 她就說 都跟我說 我都懷疑她有女朋友 但是那個女生 就是不知道有你存在的 不知道的 哦 門上門 是的 好 那女生 其實我也懷疑她 有女朋友 她很古古怪怪的 那天她說 我這次才 問她 其實是否有女朋友 她都沒有回答我 你就打電話來 我就嚇了一跳 然後我就把我跟她的事 都說了幾個女生 然後 我還跟那個女生說 我說 你千萬不要告訴她 我找過你 我說 如果... 這些承受不了頸 算了 這些承受不了 第二句就爆了 不是啊 一關電話那一刻 就已經打電話 下一個就說 咦?你不是學會你沒有女朋友嗎 那些來的 好啦繼續吧 不 她那一刻 她那一刻 都沒有爆的 嗯 我叫她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今晚 不要跟她吃飯 即是她 她也跟我說 她說 原來她是這樣的人 你放心吧 我不會跟你爭的 我不會跟你爭她 我不會跟你爭男朋友 她真的這樣跟你說 那時候 是 她跟我說 我不會跟你爭男朋友 這麼順滕 是啊 因為她說 她自己其實自己 她自己都一個很亂的人 她有一個前夫 有一個七歲的女兒 然後還有一個 嘔斷絲連的男朋友 嗯 都是久前不清那一隻 嗯 她說其實她只不過上網 想找人 聊聊天 諱敵一下 OK 是的 但是我男朋友 那時候 就 沉了船 就已經沉了船 她說她的身體已經去了 嗯 然後 之後 我把她 我把我男朋友以前的 所有的惡行 告訴她 然後她就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跟我真的很相似 因為她說 她那個男朋友 然後她說 放心吧 我不會和你的男朋友 我今晚不會和她出去吃飯 我說我不舒服 我扮病 然後 好了我相信她 誰知道最後 她跟我說 她說 我男朋友死都要出去 說有話和她說 那 其實有什麼話說 我都想到 一定是說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現在這個女朋友 我喜歡你 只有你 或者我和她已經徹底分手 諸如此類 我已經猜到她一定是趕緊的了 嗯 接著那天 她回 即是她那天去吃飯的時候 我整晚坐在家 我覺得好像 如坐針煎 在那裡等 我在想那個女生 你會不會出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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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個人好像好像瘋 那樣子 很辛苦 那種感覺 接著 怎知道 她又沒事 回來的時候 她不然會打電話 我現在回來了 沒事 這樣 那我就安心了 即是說 那個女生沒有爆我出來 接著 後來 可能 我自己又壞 可能又趕了一些 小小的豬絲馬 給她 覺得我找那個女生 是的 接著 之後 她就直接 她就 不斷問那個女生 說 你們是否聯絡過 我現在這個女朋友 她是否聯絡過你 接著 那個女生 我不知道她在被迫之下 還是怎樣 就認了 接著就 說是 找過我 接著 叫我男朋友 不要爆給我 繼續 一個門一個 沒有間套 對 一個打算 一個 然後呢 浪費氣了 接著 那晚 跟她吃完飯 第二晚 她是跟我吃飯的 嗯 因為我 叫她出去買些東西 是跟我吃飯的 但是 她對我的態度 是完全 可以說 是爆炸的 那種 變了心就是這樣 我沒有說話 她沒有呼呼喝喝的 接著 她說 你不要惹我 今天我很不開心 你不要問我 什麼不開心 我說 你有什麼不開心 就跟我說 她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知道 如果我跟你說的話 我就一點機會 都不會再給你了 嗯 接著 後來 我就沒有再問 那 我 我 最初 心裡 可能是因為 那個女生拒絕了她 她不開心 所以才會這樣 但我沒想到 原來是那個女生 出埋了我 告訴她 那 我男朋友 就假裝不知道 然後 就在心裡很不開心 哦 我想問這件事 是多久之前發生的 幾天前 幾天前 那你現在和男朋友的關係是如何的 我和男朋友的關係 現在掛了名字 叫分手 是 因為 因為 爆了出來之後 過了兩天 她終於忍不住 她終於問我 她說 你是否和那個女生聯絡 是 那你又認了她 我沒有得不認 對不對 我根本沒有得不認 如果我 如果我 怎麼說 是 那你之後 你有沒有搬來 那個家 既然大哥搞得那麼厲害 我猜你全都僵了 即是你不會再有 即是找到方法去安置 即是日日找到地方安置自己 如果她說得那麼絕的話 即是應該已經被解僱了 已經是 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我自己都覺得 自己好看不起自己 我現在賴死了 要去她家 因為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呢 本身跟家人關係是否不好 是的 那 如果我現在貿易言回去 那有沒有工作呢 那她 家裡又沒有地方給我 我明白 我的朋友很像你 那如果她這樣的話 這樣的情況 還有 我跟她 一起養了兩隻小狗 我也不捨得那兩隻小狗 好了 先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可以先問一件事 那你現在的 最後 暫時 暫時 你那個想法 你是想 還是想斬腦 還是想斬腦 還是怎樣 是這樣的 其實我當然想哭 就是到現在這一刻 你知道這麼多東西之後 他這樣對你之後 你仍然是想哭泡的 不要緊的 你照樣說的 你自己這樣過來 這個不關我的事 我們看得很清楚 但可能你還喜歡 清楚也不要緊 可能我真的想 他想繼續拆掉這麼久 那沒問題的 你覺得是值得的話 也是一句 你自己想怎樣 你自己 我當然是想哭 OK 也是 那天我跟他正式說 正式我們協議了大家分手 那一晚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認了 那天他其實那天很生氣 他馬上趕我離開 然後 趕你離開 那是男人 對 是男人 是啊 他說 他趕我離開 他說 如果你懂得做的話 你就自己收拾東西 你不要讓我把東西搬出門 然後趕你離開 他這樣跟我說 或者你不要讓我 叫全家人一起幫你收拾東西 我說 你如果想要一些專業的話 你自己走 不要懷疑 那家屋是誰租的 還是他 當然是他 不是他 怎麼可以趕他 怎麼可以趕Candy走 Kandy不如這樣 我們先說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先不要說感情上的理性 即是一些很感性的 很感性的 我們先說一些非常理性的 要先處理 這個我覺得是先 現在是這個時刻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他真的要趕你離開 你會不會真的找到地方住呢 我剛才聽你說 你家裏有些問題 你是不能搬回去 這個是你不想搬回去的藉口 還是真的 家裏根本是不容許 就算你幾危險也好 都不可以 即是你幾落魄也好 你要睡街也好 都搬不到回去 會不會這樣 當然不是 即是你要搬的話 即是最到很壞的情況 的時候 你還可以搬回去的 是嗎 是 即是會有地方可以安置到這樣 是的 是的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不想這樣回去 嗯 明白的 然後我就跟 即是 他說要分手 因為最初我扯著他 我跟他說 你給我四個月時間改 如果四個月時間 你也是覺得不可以的 那我就放棄 這些都是很感性的問題 待會再慢慢說 是的 然後如果你不搬 因為你聽我說完 是有關係的 那我就跟他說 嗯 我就跟他說這些 這些東西之後 他就 他就 覺得我逼他 嗯 然後他就 其實 對我說每一句說話 就算我不出聲 我碰一碰他 他都說我好煩 嗯 又說什麼東西啊 不要煩了 什麼事啊又 即是爆了粗 那樣的 嗯 然後我 那晚我就跟他說 那好吧 既然是這樣 那我真的逼得你這麼辛苦 你這麼不開心 那算吧 那好吧 我就說好 我分手 但是 如果 這五年來 你覺得 我們的感情 是還有在的話 我希望你明白我 你 給我一點時間 我 第一 我不想現在 貿貿什麼都沒有了 搬回去 我工又沒有 錢又沒有 狗仔都沒有了 我不想這樣做 我不想這樣 我說 你給我這段時間 我找一份工 先 我找一份工之後 我 再 我再 回家 即到時候 我不知道 我起碼要找一份工 我找一份工之後 我起碼可以面對到家人 我面對到家人的時候 我家人就不會再說我 即是說我 說我 說我 你不做事 所以你兒子 才不喜歡你 你的底屌死 他們一定是這樣說我 我有 你是否認真 這個是你的教法 還是你想給自己 自己藉口 我真的認真 你真的理性地想 這個是一個解決方法 暫時的解決方法 先 這個是暫時的解決方法 另外 我就跟她說 當我找到工作之後 這段期間 她說 OK 我明白的 她說 你可以繼續在這裡住 但是我們是會 我們大家以後都是朋友 你不要跟我拖拖 不要跟我嬉嬉 什麼都不可以 這樣 我說OK 這樣 還有我說 起碼 我回去也會有尊嚴一點 我有份工 然後我回去 我跟家人說 是我飛兒子的 不是兒子飛我的 那我媽 起碼不會覺得我 即是 因為我媽是那些性格很乾的人 她會覺得 每一條小孩 找另一個 還要做到自己這麼貼 她一定不敢這樣說我 所以 我寧願 我說 你給我這段時間 我寧願回到家 我跟她說 是我自己覺得不對 我要跟她分手 那我家人就不會再說我 嗯 完全明白 這個 如果是 都理性的想法 還有 這段 這是一個中間期 是 無論這段中間期 無論這段中間期 我本來繼續喜歡她 也好 或者這段中間期 我可能真的 過了一段氣 我可能真的會 真的會放得下 是嗎 即使我每天對著她 但是 你問我呢 我覺得 你現在說這麼多話 其實都是在騙自己 到最後到現在 我還覺得 那些什麼 就是家人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好像所有事情都是 就是 即是說要找一份工作才可以 那會不會 你是一個藉口 讓自己 沒有這麼快離開 因為我真的 我真心這樣聽 我覺得全部都是下台街 就是全部都是 給自己 一個好過一點的事情 但是你根本 就不是這樣想 接著就是這個方法 是讓自己一個過渡期 在這段時間 可以盡量忘記它 但是一天同住 是 哪有可能忘記到 我自己覺得 一要忘記一件事 最起碼的事情 就是不要接觸那件事 那個傷口是怎樣的 就不要再觸碰它 是 那你試一下傷口才會好 你每一天都要揭著它 不是 為什麼那些人要去散心 就是這個意思 我沒有這樣轉 我真的這樣說而已 以事論事而已 我明天要飛了 我又飛了 所以我覺得 你這樣做所有 其實都根本就是 你不想切這個關係 所以設了很多東西給自己 如果不是 就算我真的覺得 一個家裡 就要怎樣對你不好也好 怎樣罵你也好 怎樣罵你也好 你如果真的死死地氣 你不開心 你哭著回家 哭我覺得不是問題 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會哭 我那些節目都哭 有什麼所謂 你媽媽很錯誤聽而已 她真的想說你 本來都沒有什麼 大家看到你哭 你媽媽也是光烈的 我媽媽很光烈的 但我最記得的是 第一次媽媽媽 我失戀的時候 我上天堂準備跳樓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跟我說 下面跟我說 兒子 雙以為命的 就是說一句 無論怎樣都可以 我都會回去 所以家裡是一個 怎樣都可以讓你回去的地方 可能她會罵你一兩句 很正常 但是 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罵你背後 都是怕你吃虧的 Candy 你以為真的 真心罵你 怎麼會有媽媽這樣 但是Candy 有一個折衷少少的方法 剛剛想到的 第一 首要條件是 你過了三十歲未 過了 過了 其實如果這個情況 因為 是YMCA 不不不不不不 如果剛剛過了三十歲 就有一點麻煩一點的 就是 其實 工作假期其實能幫到你的 因為你又不想回家 你又想賺錢 你又想 有一個折衷的地方 還可以散心 還可以散心 但是 工作假期就 三十年了 剛剛過了 嘗 嘗 嘗 你剛才一邊說 那些 說什麼搬不搬回家 那些 其實我一邊聽的時候 其實我明白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 其實 我都明白 無論我怎樣壞也好 其實 一邊都是捨我的 就算罵我 也是應份的 因為 就算我有錯 他們罵我 他們都是緊張我 那些事情 我明白 我明白的 其實我是想說其他 其他 其實是 你一直說 因為怕家人說 所以不回家住 然後想找到工作 才回家 我覺得 我明白的 這一點 有時候 家人當然會疼你 因為他生你出來 他當然會關心你 但有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弄壞臉 去回家 有些人真的過不了這一關 你絕對相信 有些人 我自己在一邊過得不好 我要尊嚴 我也有朋友是這樣的 我很怕回家 我用這個身世回到家 家人會更加擔心我 絕對是有人做的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他情願是 他情願是 我明白 這個絕對明白 就是打了整個電話 list 是說明 我可不可以在這裏 我每一個人住七天 住夠兩個月 才回家 也有這樣的朋友 所以我也明白 你跟你的男朋友交換 就是我找工作 找到工作 我才會搬回家 一方面 令自己回家 舒服一點 自己的感覺 然後另一方面 看看可不可以在這段時間裏 令到男朋友 可以對你改觀 對呀 就是前男友 但是 你一直這段關係 嘩 這麼開心會有嗎 這段關係 你知不知道 你最錯的 是可以做什麼 其實一直由 他想說 分手開始 你之後做的事 全部都是錯的 你知道嗎 是全部 為甚麼 你又調查他的電話 跟他說 我調查他的電話 知道有個這樣的人 你是因為是另一個人 然後 所以你才分手 你不是先分手 你不是因為性格不合 你前男友已經跟你說了 他想給你面子 你不要 你不要 你還要揭穿他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之 令到大家都下不了台的一件事 你想你的男朋友 怎樣跟你說 是 你難道想去 當然你是想去 我不是 外面認識一些朋友 你想去騙你 但是 如果你男朋友那一下 我就是不想去騙我 我情願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情願知道真相 你早就不用問他 其實 你問他就不然 大家都尷尬 大家都難得 這個我明白的 我想要有個決定位 就是不要自己猜 有個答案 有個答案 你其實看到的了 你只不過又在騙自己 不相信那位 差一句 差一句就是差一句 再來 就是你打給那個女生 是 你又是錯的 這個真的錯 你為什麼要打給別人 你知不知道 中國人有一件事 是很有趣的 是 他們很喜歡什麼 就是找一些 中國人的性格就是這樣的 他們要團結內部 首先要排他的 首先要找一個敵人 一起找到一個敵人之後 裡面就會很囤結 是 你現在就找了一個方法 你找了 你給一個洞人走 他們又分分鐘有機會 然後那個男生和那個女生 就是外面的人 就是 你已經知道他們的事情 我們真的要快點一起 等等 令他們死心 你其實是在做同一件事 做了一個被排外的目標 對 令他們更加團結 編相 然後 但是 但是那天 我們丟了分手之後 他反而很坦白的 就像朋友那樣跟我說 嗯 他說 你跟我一起了五年 你說的話 我相信的 這樣 因為他說那個女生 是很少了醫人 什麼什麼 什麼的 但其實我呢 打對那個女生的時候 那個女生對著我呢 是粗口奶切的 其實我聽到已經覺得奇怪 咦 不是很少了醫人 為什麼粗口奶切的 那不需要對你少了醫人 對呀 還有那個女生跟你說的話 那個男生是不會聽到的 他是怎樣 其實呢 如果那個男生喜歡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說什麼 那個男生都會相信的 他反而說你粗口奶切 是說他也可以的 那個男生都分分鐘會相信的 如果我喜歡一個女生 他屌日 我就會覺得你很甜蜜 哇 說粗口那麼可愛 然後呢 其實這些全部呢 其實你都是惹爛自己的臉 是 他招一段感情回來 我曾經在節目裡有說過 就是一件事 所有人都做過 我沒有做過 是因為別人對我做了之後 我覺得 明白的明白的 應該不要這樣 是什麼呢 就是呢 在一段感情裡面 就算最後去到什麼關係都好 你都要給自己一些尊嚴 是 因為一個沒有尊嚴的人 別人是不會尊重你的 就是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別人怎麼會尊重你呢 你明白嗎 然後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覺得是什麼呢 你要找回你的性格給自己 因為呢 你有沒有試過分手啊 之前 有 有沒有被人 有沒有被人 有 有 如果那個人 死罵你呢 惹爛臉 死哭爛哭 不斷罵你 什麼什麼 尤其是當你有另一個 而非他 他是更加覺得你欺人憎 是啊 他不會 愛情裡面呢 有很多事情 當然是說感覺 是 但是當你沒有了感覺的時候 你做什麼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然後最重要 當你做很多事情 都沒有什麼用的時候 最重要是什麼呢 給自己一點面子 不要把自己的臉那麼難 起碼還有一個 你還有一個可以 怎樣說 落台街 對嗎 所以 你可以有型一點 我也知道 對 我知道 所以 你現在還有機會 你覺得 我也覺得自己做得很便宜的 是啊 所以 你又不需要 覺得 完了 世間每日 哭可以的 所以 現在你再留在他家裡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裏面 在這個找東西做的階段裏面 在這一段 你想 挽回回他的心的時候的階段 麻煩 你不要再做一些很錯的事情 什麼叫做很錯的事情 最基本就是 你不要再做一些 弄爛自己的臉 你不要再在那裡 哄哄哄 像他剛才說的 那樣 親一下他 摸一下他 抱一下他 抱一下他 你就算多想都好 千萬不要 你要做一個堅強的人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 有很多時候 喜歡一個人 是因為被他的性格吸引 他可能很開朗 他可能很堅強的人 他可能很堅強的人 我們不會因為 他經常哭 所以我喜歡他 他 他柔弱的 什麼都做不到 經常 叫聲嘆氣 經常軟軟地 所以我很愛他 你不會這樣 因為這樣喜歡一個人 對吧 所以 你要找回自己的性格 你明白嗎 我 看這段拳 我都覺得自己做到 我沒有專業 不是明白的 因為你剛剛分手那個 所以 發生了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 而且 我 我不是 即 即 我 怎樣說 我控制不到 所以 這個就是給你的機會 去控制和拿回自己的絕對 即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是不懂的 即是可能 有很多事情 我都是慢慢學回來的 好啦 現在你說 是不是去到很絕望 這樣 又 不是 這段感情是 即是 我又不敢肯定 因為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絕對 即是聽完那麼久 但是 會覺得 即是在我們聽完的立場 覺得這個男人 對你的感情 即是即是 即是他給你一個機會 回頭 我們都會建議 即是不要太 盡信 這個是我之後再想說的事情 但在這個階段裏面 你首先 即是 剛剛那場仗 你已經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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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可以 算吧 不跟你打你的場仗 就是 看你現在開始 但是 我有想 我就是 我為什麼要打那個電話 我就是 一來 如果我不打那個電話 如果他們真的在一起 如果那個女生 真的 好像我男朋友 所說是一個這麼好的女生 我不想她 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因為 我現在這個前男友 她跟我講過 她說 她有一天跟我說 她說 其實我不是 她說 我是一個貪新鮮的人 我現在這個時刻 我喜歡她 我跟她一兩年之後 我不知道會怎樣 她說 我也不知道會怎樣 她說 她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 可能我的想法 有少少少消極 但我覺得 都可能 適合你去聽 就是 如果 現在你的男朋友 真的 就是前男友 其實對那個女生 覺得那個女生 很吸引 其實已經是 要衝過去 你是阻止不到她 你說什麼 只會令她 覺得你黑人 很討厭 其實 你是否應該 算 任由她 衝過去 讓她們 可能 嘗試發展 可能那個女生 真的不適合她 在這個時刻 尤其是男生 是否 現在 現在的情況 反而不是 反而倒轉 反而現在 我男朋友 對這個女生 很有保留 那便可以 那便沒有問題 那便沒有問題 好了 那 因為那一天 我跟她說 好吧 我們正式分手 那段期間 我很坦白地 跟她說 我跟那個女生的對話 然後她說 我也相信 你說的 是真的沒有騙我的 你們兩個 說的 全部 口供 全部都一致 然後 我說 唯一的 唯一的就是 她 就是說 我說 那個女生 她跟我說 她跟我說 就是 從那個 即是我前男友 說 我 跟那個女生說 我男朋友 打算玩你 我是沒有說過 這句話 算了 這些事情 其實呢 過了去的事情其實不重要 不用太在意 即是你可能會 你可能會 收了線之後 今晚睡覺的時候 你可能會突然之間 覺得 我真的 打了那個電話 我揭穿男朋友 很錯的 然後很內疚 不需要內疚 因為你已經打了 已經打了 完了 那些事情內疚也沒有用 然後 他們那些電話 那些來往 怎樣揭穿誰 誰幫誰的保密 其實已經不關事 過了 完了 現在我們要的 不是討論 之前做的事情 是對還是錯 我們現在很 目標 即是你的 目標 你應該要做的情況 你的目標 現在是很清楚的 你只是想要一個男朋友 你想和他一起 所以 其實你應該開始想 現在開始怎樣做 現在要怎樣做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找工作 你一方面找工作 一方面要給自己性格 千萬不要再毀爛自己的臉 令你自己成為一個 可能就是 你剛認識他的時候的你 你剛認識他的時候 那些Candy 可能很開心 可能很堅強 原來是甚麼事都會解決到 你做那個自己出來 好了 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不保證男生會喜歡你 但起碼 你找回自己 你找回自己 至碼我對得到自己 我有做過 沒錯 沒錯 最重要是自己會說 所以現在你先記住 第一件事 可能收線已經忘記了 我剛才說過的 但你最重要記住 這一點 現在這一點 就是 做回一個好的你自己 用任何方法 之前那些事情 即是那些電話 全部不要再想了 因為想來也是沒用的 都是浪費 所以你現在唯一的任務 就是做回好自己 好了 再說 就是這個男生 究竟是不是應該 繼續跟他在一起呢 很多人慶眾 還有我猜我們在座幾位 我先說 我對這一個是沒有評語的 因為始終你真的有多喜歡這些 你就是不能怨人的 我經常都說 就算你做兵也好 你喜歡一個賤人也好 你覺得喜歡他 你是開心 你覺得那件事你能接受到的 那我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都是那些 Give and touch 你叫什麼 Give and take 那些 就是你 你不認識的話 我就沒所謂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賤人 但我就是 你就是喜歡他 不如這樣說 你覺得他是一個賤人 你還想跟他在一起 是因為你覺得自己現在什麼都沒有 所以要跟著他 還是因為你真的要討厭他 當 如果 但是當 你找 你有自己的工作 你發展一個完善的朋友圈子 你可能覺得他 糟糕了 你走開了 現在你可能覺得 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 是因為你覺得你家裡有問題 所以你要住在他那裡 可能你覺得你沒有朋友 你只可以跟他在一起 你可能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 他可以照顧到你 所以你覺得他很重要 甚至是他一個混蛋 但是當你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想 可能我真的 如果這段期間 我找到工作 可能我 對他感覺不同了 我可以 做得瀟灑一點 當然 之後可能得到的更多 對 你自己知道的 對 很會你懂得說 對 你自己明白的 但是你為什麼之前一直做不到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未說出後 現在說出後 會不會更好 是不是因為這樣 即是怎樣 我不太明白 即是你其實 剛才我講那麼多 你說 對 我知道 可能我真的找到工作 就覺得這個混蛋 沒用了 我不會用你了 其實自己一早 你可能已經知道這件事 但是為什麼你還這麼不開心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我 每天對著他的時候 他還是有些很差的態度對我 所以 這個我可以跟你說 即是有時候 我明白你的感覺 即是你覺得自己的生活 突然之間被人剝走了一件事 嗯 那個感覺是很辛苦 不是很難受的 而且你會突然之間覺得 為什麼是這樣的 即是生活是不應該這樣的 這個感覺是會令到你突然之間 不知道做什麼好 你都覺得好像這個世界上沒有了一些東西 那… 那… 我很明白 你自己說不認你 不認你 我很明白 這個意思 但是沒有辦法 這件事是要找一個方法去 讓自己過度的 即是你可以… 我覺得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即是你去放縱自己 你每晚扔到爛醉 你每天到南桂坊玩 你約一群朋友出去玩 出去玩 出去泡 出去泡你所有時間 沒有所謂 總之你是要想一個方法 令到自己儘量地 可以在這個生活圈子裡抽走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一天抽不到 譬如我… 我真的覺得最重要 很多人都說的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找方法 去搬離這間屋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難緊 每一個人 你超見面 你怎樣都走不到那個圈子 要不然你就… 首先我想你每天就看他的電話 就是看他有沒有網絡 沒有啦 我沒得看到 你才會的 你聰明 你聰明過SEO 你首先第一步 雖然當和了一段感情 你現在第一步 雖然沒這麼快 找一份工作找回自己 但你首先有一件事聰明 就是聰明過SEO 聰明過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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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過了 聰明 nggak Romeo 雖然聽出我旁邊那個客人有幾些垃圾 聰明不然 那時候我更會知道 那時候不知道 我聽到就是說 聰明過 speech 你說自己用 지원 認識過時候 聰明過時 王聰明過SEO 聰明過 Une� comb else 他的生活得以很難受 因為他不太是自己的一個地方 哭判聰明過 自己個空間都進出 todos 這而是非常難受的 所以你一定要尋找一個方法,儘快地把這個生活換一個生活去 換一個生活的習慣也好,生活的態度也好,就算你變成一個賤人 或者你自己做一個壞人,沒有問題 還有很簡單,你一找到工作,你的生活已經不同了 還有很自然的,你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覺得那個賤的生活不太適合你 就是你新的生活不太適合你 但是你也會覺得你習慣了那個生活,已經沒有了這個人的存在 那時候你只顧著他,沒什麼所謂,這些都是你的情感 但是你就可以在那個陰影裡面出來 這是我覺得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放縱自己,不是一個很大的錯,不是一個問題,就做吧 只要你覺得那件事做完之後,令自己開心一點就行了 主要因為就是開心,我覺得 曾經我看過一部電影《熱戀心》拍的,甜詩詩 想當…裡面… 是不是一個劇情的… 問題啊,先說一下 裡面Staffy和她一樣,跟她的男朋友 就是梁漢文拍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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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拍了這麼久,突然跟她分手 她跟她說,我去一間餐廳,去一久的時候 我也想去另一間餐廳,正確一樣 Staffy裡面說了一件事就是,跟梁漢文太久了 她開始已經不見了自己了,自己性格沒有了,自己做的事沒有了 不需要再做回事,依靠了,沒有什麼都沒有了 那她就失戀了,什麼都沒有了 但有一件事雖然感情可能拿不回來 但有一件事一定拿回剛才的帳戶說得很對 就是你去找一份工作,做回自己 你最基本可以拿到的東西就是你自己了 你拿回自己的性格回來,拿回自己的生活回來 因為如果這個生活沒有了的時候,你還是自己來的 你可以拿回自己的生活 就是你一家人做,你都會說,你都會找一份工作 你一拿回這些東西的時候,你都做完自己 你就再找到其他人了,對不對 你還是有一個新的生活,找回自己 有件事寄託著,慢慢就像司徒樓所說 就忘記了她,慢慢抽走她 其實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不是,說真的,我跟她一早已經分手了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兩個有一個共同的兩隻狗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最可憐的這件事 有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是怎樣呢 扔煲不扔蓋的,毆斷思年 我問為什麼你還在找她 你明明不喜歡她 你明明又飛了去 最後就是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隻小狗 那好吧 那這樣 那怎麼辦呢 那些小狗 我其實還未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未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去處置小狗 咦?這個我有 但是,那你稍後再補充 但是你記住一件事 會不會是一個藉口給自己呢 如果是一個藉口給自己 就是為了 我一定不是一個藉口 這個我一定不是一個藉口 嗯 因為這兩隻狗 我覺得它是真的需要我 嗯 起碼怎麼說呢 我覺得 起碼 我回到家 他們會很開心很開心很開心 這樣去迎接我 絕對明白 嗯 即是 更好的男朋友 好,我問你 所以 他們的世界只有我和我男朋友 如果突然間沒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想 我怕他們會不開心 或者怎樣 所以 如果不然其實我早就離開了 我想問你 你覺得男朋友愛不愛小狗 人家不愛小狗 més 如果你們覺得有愛小狗 假如你不愛小狗 的話 weitir 不會愛小狗 其實大部分時間 只會招待小狗 主要只會下餐給小狗 Valerie 其他甚麼都不來 即是bra record 那其實他的狗 是不是很愛小狗 那我不太愛小狗 我之前那個朋友呢 也不可以一起去我家 我父母那邊 是個樓來的 宅補充裏 你和你... 我現在要轉手舞 是嗎? 是呀,我現在要轉手舞 不要撞我們今晚,我們終於回家了 有兩個家可以借我 我比較慢一點 我怕出事 我怕很多出事 看見面了,不要吵我 我懷疑你上了師傅的家之後 你明天打來是罵師傅的 這真的是個混蛋來的 我認識過很多混蛋 之前打來講過一個 誰不知都不夠這個混蛋 應該是正混蛋 這個是後話來的 這個混蛋是正位的 中下 不說吧 他真的害怕 我說不說,不過他說不說就算了 我自己是不說的 話說我的朋友是怎樣的 他真的是 因為有兩個情況 第一,他知道男人都很喜歡一個小狗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我不照顧一個小狗的時候 因為你愛的那個人都知道那個人是甚麼人 很正常的 你知道那個男人會照顧那個小狗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心交給他 等於是一個你覺得有一樣東西 你真的知道他是甚麼人 他不會騙你說 我會照顧他 然後他不會理會 因為你會了解他 拍了五年拖都不會了解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即是斷故到第二天不會吃狗煲 對,所以他一定無論如何都好 他都會照顧一個小狗 然後好了 他們都深知大家的生活習慣 即是你回一早九晚六 星期一至五 你沒有八點你不回家 喂 我早上去探望狗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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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見到面呢 這個是你自己做的自己的藉口 即是照顧狗仔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只不過是你會不會用這一個月 做藉口給大家看 還有不是有方法可以不見嗎 在電視站交收 即是你可能在觀塘站給我 你又放完 接著你約你十點 我加了一隻狗給你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很久的 我猜你一個月不見他 你應該什麼都可以了 我猜你不會太過分 但你起碼見到的時候 你不會再忍著忍著 但如果這一個月 都是因為你所謂狗仔的時候 要這樣保持著他見面 你這一輩子都會盲不掉 所以我真的很自私 如果我知道他是喜歡這隻狗仔 即是我深信 他是愛惜那些草物的話 我是願意把牠丟掉給牠照顧 這個是對自己也好 對那個男生也好 對你的草物也好 你自己就有空去探望 你每天看著狗仔 狗仔看著你們吵架他會很愁 所以我一定會狠心一點 放這隻狗仔給牠照顧一段時間 如果你知道牠真的餵牠吃東西 就算的話 你找些方法去丟掉牠的朋友的家 或者丟掉牠的地方 可以安照牠給牠一個好好的生活 這個是主要的教育方法 還有你說到你男朋友會煮食給牠 其實你煮食給狗仔 其實都應該要很細心的 有小糖小鹽 有哪些不能吃的話 其實牠都應該照顧到那隻狗 只不過可能少一些另外照顧牠 但如果牠煮食的話 應該真的很愛吃狗 你應該可以放心 因為應該這樣說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照顧狗仔 我們是互相分配的 可能牠就負責煮食給狗仔 我們負責幫狗仔洗澡 對 那牠養狗不會因為沒有你而不做 而且現在你沒有工作 對嗎 對 牠要上班 對 原來牠要上班 牠要上班 牠要上班 牠上班的時候你幫牠洗澡就可以了 對 回來幫牠洗澡 整件事不用看牠的 對 不用看牠的 對 但我看著牠的家人也有 聽不到 我不明白 譬如說我回家住 然後我來探望狗仔 回來跟牠洗澡 其實牠不是只有牠一個 牠跟牠的家人一起住 我看著牠的家人也很尷尬 那我覺得這個沒問題 家人就不會勾起牠的筋 而且家人也知道你是什麼人 牠不會這樣不讓你進去 對 對 太狡猾了 這個浪費東西 對 浪費東西 牠都知道你真心想見你的狗 你又不是每次回來大吵賴賴賴 牠當然是歡迎你的 剛才 兒子上班 你又這麼好過來照顧那隻狗 可能牠的印象對你更好 如果是偏要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沒問題 你自己說自己有關 你真的不要這樣騙自己 你過了自己一個關 還有你到時候又找到工作 不如這樣說 其實說了這麼久 我覺得Candy是不會搬回家 我也覺得是 他一定是繼續在男朋友家裡 找工作 好啦 在男朋友家裡 其實照顧狗仔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牠是家人 如果之後 如果可以灑脫地分手的時候 狗仔可以像Sero那樣解決了 但在現在這個時刻 你又不會搬走 你還會在家裡的時候 希望你真的要記住 有一件事 你先找回自己回來 因為一個沒有性格的人 是沒有人會喜歡的 你問任何人都是這樣 所以記住 一定要找回自己的性格 不要再做一些好錯的事 令到牠反感 找回自己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 會 怎麼為之沒有性格呢 我在牠的眼中 牠 你現在的沒有性格是什麼呢 你現在的沒有性格 你現在的沒有性格 就是女生 又要女生 又要女生 然後又限制 還有依賴牠 我改的 然後又有空無事 又裝了東西 跟牠說回 其實大哥 簡單來說 其實你現在在女生 在哄牠回來 對 大家心裡有數 其實你做些什麼 你做些什麼 牠怎麼會不明白 其實一個人得起心肝的話 其實你要找工作有多難 你要找個地方住有多難 找朋友幫忙有多難 買樓很難 找地方住 對 其實現在得出一個效果的就是 你 是不是 都還想拿回牠回來 現在這個沒有問題 對 大家明白 現在阿卡爾就跟你說 你想拿回牠沒有問題 你先拿回自己 之後再說 你要拿回牠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就算 殺了善之後 你依然還是住在牠家裡 你依然都是想和牠一起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你現在這麼沒有性格 你這麼爛爛的臉 你這麼 還有沒有渣娜 對 沒有渣娜 牠一定是不會喜歡你 放心 這個我絕對肯定 肯定 很肯定地告訴你 如果你現在這個你 怎樣拿回牠都好 牠一定都不會喜歡你 所以你說牠現在在強勢 你現在在街上的時候 你覺得你遇到牠嗎 一樓直著牠 牠只會越來越討厭你 牠沒有說服你的男 我說有 那我現在是不是 那我問白一點 是不是真的 無論牠現在 就是牠 譬如說牠 牠在街上去哪裡 我都不要過問 對啦 幹嘛過問 過問什麼 你現在 你現在第一步 你不是還要想牠 首先呢 如果你真的要 希望牠回來的時候 你不是做任何事情 對牠做 是要做好自己 找回自己 令自己吸引回牠 你現在跟牠的關係 只是跟牠的關係 你現在不要想牠了 總之你記住 你現在想做的事 全部都不要做 你一做就是錯了 你記住這一點就可以 又對 你找一份很令到你忙碌的工作 你先解釋我剛才那段說話 你現在想做 在這個時刻 你任何想做的事 千萬不要做 因為你現在想做的任何事 你都是想牠回來 想牠回來 想牠回來做的事 所有事都是錯的 是 所以你現在想到 想做些什麼 你的心很想 哼下去 很想煮食 煮食 給牠 你很想關心一下牠 不要 不要做 忍住 死忍難忍 千萬不要做 我今天先醜了一次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總要醜了幾次 你今天還沒跟我們說 跟我們說了 你再醜了就罵你了 就是啊 你總之記住 現在千萬不要做 你不要少說 你讓我再說 好 你想說我壞 什麼 我今天去買了衣服 我說買了衣服送給你 然後 然後 錯啊 錯啊 我變了心 我第一句 幹什麼 我都說了 不穿VDV 這樣 不適合款 我不喜歡 我穿過程度 你記住 你現在已經分手了 對 你跟他不是情侶 未必是朋友 對 你最好站的位置 只是一個同屋主 只不過是他不用你交租 對 你不會買一件東西給房租 不是廣東的 對 你明白嗎 我買給他 我想 你收回 你馬上問他 我留給他下一任 我這樣說 你這樣不用 你就當交租 不會 但你不要每次都交租 對 不要跟我計 我初 我很想發洩 你聽我說 好 你發吧 發吧 他 我初後 其實不是要有什麼期望 我只不過是 你還說 你先給他發洩 你先給他發洩 我看到他有折 我挺適合你 你買給我 我沒有三萬 你先給他發洩 你送的東西很簡單 你寄過來 質如衝 船路里 人夫高協大廈 7樓 S size M size L size XL size 都有人敢穿 我留靠專門穿小馬 或者中馬 我加小 但馬已經不適合我 中馬很勉強 記住 如果你覺得 這群混蛋不需要別人幫 你可以幫助老人家 連根碎馬 對 你可以幫助孤兒院小朋友 對 其實你的愛心 不是那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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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想做任何事情 絕對你做 我買衣服給你很便宜 不覺得你很便宜 但你這樣做錯了 錯不代表你便宜 這個愛心 不是那麼廉價 對 應該這樣說 你現在的目的 是要 我不是說 當是情人節禮物 還送給情人節禮物 對 我只是跟他說 日本節禮物 就算不是庭人 也要送給情人 你是香港 大哥 不是日本 追求女生 才會用這些東西 現在不是追求女生 你現在做自己 你會想很多藉口去準備 去合理化這件事 所以 你做錯了 做錯了 是不會令到他回頭 混在龍蝦寶一樣 不能太長 所以 這個很重 所以 所以 你記住 你越想做的事 就越不好做 記住 你是要找回你自己 不是找回 他 你明白嗎 你留意不是店舖有沒有折 在哪裏請人 OK 我很笨 我可不可以問清楚 問大師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他找誰 我不要問 當然 他今天做過什麼 我也不要問 神經病 我們做一個練習 你問吧 你問吧 我問Candy Kandy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他今天打給誰 不是 譬如說他把人吃飯 他會跟我說 這樣就已經錯了 其實你不需要想後面 對 為什麼你要知道他吃飯 對 你從小回答我是 你想還是不想就行了 你想不想知道他跟誰吃飯 我想 不要問 那是錯了 不要問 想就不要做 沒有 對 已經錯了 你想不想他現在跟人在聊天 你想不想他跟誰在聊天 想 不要問 不要理會他跟誰在聊天 你想不想知道他現在跟誰睡 想不想 他現在跟誰睡 那不用問 總之 對 厲害了 明天轉糧 你想不想擔心他 夠不夠衣服 然後想拿衣服給你 你想不想 我想 不要做 不要做 千萬不要 拿過來人夫 你那張皮 蓋上自己 你想想的 現在是 好像今天這樣 就是你逛街 看到那件衣服很漂亮 是 但那件衣服你記住 你不是買給他 是 是買給你自己 那件衣服可不可以穿得很漂亮 如果看男裝的買四件 買給我們 你看到那件衣服 應該不是 他應該喜歡這件衣服 你再看衣服的時候 你應該想 這件衣服 我穿得很好看 對 如果我穿得很好看 你又是升到另一個層次 可能就是 剛好你出去 吃飯的時候 扮靚了自己 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更加好的男生 追求你 對 所以 你記住 現在你做的所有事情 你想做的 就不要做 還有 你想的所有事情 不是他 是你自己 明白嗎 Candy 或者他死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當然 You're fucking dead right man 你不是說他死 是 那如果他突然跳樓 你當然要勸回他 這個是對的 他怕聽到那個 或者你死了 應該不會 如果他無端端楊簡正法作 在家裡 你當然要離開他 那 未去到這麼堅強的事情 你什麼都不要理他 你管他幾點回家 你管他跟誰說電話 你管他現在看什麼電視 你管他上什麼網 什麼都不要理 就是 你會不會無尼 問路人甲 喂 你吃飯了沒有 你坐車不會問前面那個 你夠不夠產子 你不會的 你不會問那個司機 幾點下班 要不要接你上班 下班 之類 Candy 你聽到嗎 我聽到說話 或者背景音樂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如果他主動跟我說 那就代表什麼 你得他死 你得他 是正常溝通 這些位置就好了 這些位置就可以用了 這些位置就可以用了 我來講 追女兒和多一句 追女兒和孤寶是一樣的 不能夠太扯 既然他過來找你的時候 吊高你的身價 沒錯 這些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好像小時候 中學小學的時候 就是這樣 什麼呢 就是你讀Bio 突然之間你小測 這些小測 你一定要合格 你一定要拿高分 對 真的很重要 因為考試的時候 可能會低分 補分 這個就是你拿不到 其實很多人都說 愛情是一個拉鋸戰 是一個拔河 是一個遊戲 是一個遊戲 心理戰 對 很老實的 你那些東西 他想要 你給不到他 他很自然就會想要多些 跟你現在是一樣的 沒錯 你想要一些東西 他不去給你 你想要多些 他也不能再給你 那時候你就會被人拉過去 所以如果有些位置 他想要東西 你可能可以給他一點點 譬如他煮了一碗飯 然後問你吃不吃 吃不吃 不過很難吃 有幾種通 回答這些問題 有幾種不同 師傅你問我吃不吃 煮了飯 剛剛煮了 煮多了一碗飯 你吃不吃 第一個通 好 第二個通 好啊 我想吃 兩個東西 你知道嗎 你是要做第一個通 是 高一點 你要看自己比他高 他說任何東西 尿你 你不是一個 說得比較難聽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說吧 即是你不是一個濕透的女人 那男人做甚麼 一走過來做你就濕透了 你千萬不要這樣 很重看 是不是很白眼 如果他做一點點 他跟你說他的話 你濕透 那樣 理解你也有味 即是異調 異調不用太喜歡 立即吹雷蛋味 如果過來聊 你當然要吊高來賣 即是那些語氣比較差 又不是知未煮好餐 因為要有基本禮貌的做人 即是你也要回到一些東西給他 他不是吊我 我不知道他出於甚麼動機 你不用想 不要想 有錯了 你突然之間 剛才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知道他有甚麼動機 不要想 不要想 你只有他 尤其是有一個東西 阿卡突然間提升了 即是如果突然間他 在從後抱著你 然後跟你移入之類 你打吧 是啊 分手 對啊 因為他得不到 哎 糟糕了 最多他說 你明天跟我走 蛤 我未找到地方 你要叫我住在這裡 住多一段時間 帶他去 當然 如果你避免他說話 他就盡快找工作 不是避免要盡快找工作 你是應該要 其實你下一頁就是要DropDB 你明白嗎 記住不能太喜歡 明白嗎 我們跟你溫習完了 做過一個測試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 雖然3點07分 是啊 乖乖 我覺得時間都不是問題 其實都去到3點07分 都沒有所謂 其實有些事情 即是我們開這個電話 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但是首先有一件事 你要搞清楚 你明白嗎 我們先說些什麼 是啊 我明白 你會不會做 比如說 因為他 他跟我說 我星期日約了人去吃飯 然後我就 哦 哦 繼續做自己的事 是啊 不要多嘴了 又問你跟誰吃啊 可以加一句的 回來真的 麻煩你幫我買些東西 是啊 ok 我嚴重到 我嚴重到 但是你可以看都不看他 你嘗試一下做一個test 就是什麼呢 這個月 跟他說任何事情 都不看他 是啊 是啊 其實這個行徑很高傲 是啊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是啊 回來他講藥 我也累了 回到公班 好 雖然這個 這個是很難做 是啊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test 但是如果你這個月做到的時候 你已經找了一半自己了 是啊 還有 說了一件事突然想到 有些高手是這樣的 是 有些混蛋是會無端端給你一些期望 是 你等我回來我煮飯給你吃 這些就是給你一個期望 這些混蛋來的 真的混蛋 真的混蛋 即是你遇到一口糖的時候 柳白應該怎樣做呢 我 沒得告訴你怎樣做 我純粹給你一個概念 你會遇到這些問題 當你遇到一些無端端給你一些假期望 假希望的時候 我未必是假的 可能真的回來煮飯給你吃 他給你一些期望 給你一些希望的時候 你千萬要馬上告訴自己 你要檢查完之後告訴自己 他在給我一個希望 他在給我一個期望 但是 我不用你施捨 我不用你施捨 你可以很禮貌回答他 你可以很禮貌回答他 好啊 回來煮東西吃吧 不是啊 你叫我這樣 你的口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的心你要記住 他在放他一次飛機 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給他這些假期望 假期望 牽著你的啤酒 譬如我今晚煮飯給你吃 你很心急等他回來 對 或者可以認一認他 對 這樣就等了 對 比較忠聖的就是 蛤 吊吊我 我約了人吃飯 對 對 你總之記住 有人被假期望 假期望 我跟他一起 但是我跟他一起 這期間 你都知道 我是想跟他捨捨捨 那如果我就 你不可以放這個姿態 你有一件事不明白了 Candy 你原來還有一件事不明白 現在我們教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教你捨捨捨捨 你要記住 因為你做了一個很出色的女人的時候 你一個有性格 很厲害的女人的時候 他自然會回來的 剛剛你剛才所說的 不要被假期望 假期望被騙到 對他 不要看到他都被泡沉了 這些全部都是教你 如何使得他回頭 如果你能做到 你就讓自己更高級 高級的時候 他就會自然回來 你明白嗎 嗯 只能跟你說 這個方法未必一定會成功 但 以統計學的角度 和朋友身邊的角度 搶一個人回來的成功率 是絕對低於一個人回來成功的 我告訴你是零 在我的生活中 我二十九年來是二十八 二十八年來我自己個人經驗 還要是對我其他朋友的經驗 從來沒有一段感情是可以在這裡回來的 還有我們教這個做法 沒有壞的 就算你這份找不到感情回來 你找回自己回來的 還有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做到我們所說的事情 你真的可以在最後找到工作 又令自己有一個開心的生活 有一個魅力 有一個性格的時候 我就很肯定告訴你 你真的覺得現在這條真的是垃圾 你真的不用肯定 但不要愛上我們 可能當時你走來追求我的 你明白嗎 這樣 又或者我見到 大家都要收穫 又或者我見到你的時候 被你吸引了來追求你 你明白嗎 可能我們今晚落收穫的時候 就見到你了 不是 我就是見到你在找工作 在那裡 就是上DropTV在找工作 很努力 很差 所以相信我們 如果你真的做到我們剛才所說的事情 你真的不單止可以 分分鐘 你不單止可以吸引到他回來 你分分鐘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 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明白 很好 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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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明白嗎 要時間消化一下 有時間需要睡覺 一天後有重溫 聽二十次 因為 因為我在想 如果他跟我說話 又說又笑 我去 很冷淡 就要去西面 你不用很冷淡 但你要提醒自己 正常 你一定要不停地提醒自己 你要提醒自己 不要 好像這個星期六是情人節 這個星期六情人節 他已經答應跟我出去寵物節 當然不要跟他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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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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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自己 OK 你去完之後 你不就被他打 去完之後你就會打你 我跟你說 這些甜頭 我試過幾多次 我告訴你 但這些事 試完之後 沒想到你 是要我說的 是要我說的 你看我過來人說話 這些甜頭 試過不難 但試完之後 我告訴你 所有事情都覺得 更加痛苦 沒有什麼 符合了他要的 他想要的東西 你給了他 就不是掉過來買 你根本就是符合了他的部份 那你可以做 你拿回什麼 你什麼都拿不到 你只可以符合了他 他是很開心的 除非你真的很厲害 你覺得他開心你開心 我也曾經做過這件事 最後就發現自己很囂張他 對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開心 你是很開心的話 這個是你接受的方向 那你就做 但如果你覺得 你是真的想酷補 而不是純粹是 我哄你算的話 那你就所有事情都不應該做 他想要的什麼都不應該做 只是你想要的什麼 明白嗎 其實我想要的 我不是找什麼 因為情人自然要跟他出去 我是想狗仔開心可以去 搞什麼 又要這樣 說了十萬次 又是這樣 那狗仔可不可以遲些去街 可不可以分家去街 可不可以上半天你和狗仔去 後面你和狗仔去 對 如果不去那隻狗仔會不會哭呢 會不會 然後打著你 嘩嘩嘩嘩 還有你跟狗仔說 我們去那個很大的公園 其實他不知道是什麼 而且狗仔是不懂得在情人自然 寵物自然 對 他們是不知道什麼 他會跟旁邊的狗說 我猜人 我答應我 你猜到他 嘩嘩 嘩嘩 他真的不帶我去 嘩嘩 他們不會這樣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最重要的是 我又說了 我真的很臭 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你很慘 你明白嗎 你那些事情我全部都在做 我唯有少許 我唯有少許跟你說 就是不要這麼傻 傻豬 除非你覺得這樣很開心 我現在因為有些事情 我才會這樣做 我要忘記一些事情 所以要放到自己很頑囂 但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不需要這樣做 要麼可以做 但不要跟這個人做 就跟別人做 那就可以了 又是師傅去教寵物展 我非你約了泰國 不好意思 約了泰國 我沒有時間了 看來阿靠你也會哭 我可以跟你去 我不理會你 要怎麼一起去玩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講一個題外話就是 Kendy 最開始覺得你犯了 你不需要怕我們罵你 最重要是你真的明白 我給你講一個題外話 你不怕你罵我 你怕甚麼 我怕你罵我 你罵我蠻 你罵我 你罵我貼 甚麼都OK的 我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在罵自己 我都知道 恩賞你 好 我打得上來 我就会遇到你就罵我 唉 無無無 阿卡教育算是很氣的 我好像沒有表聽眾 我一向都不得了 阿卡教你搞了很多事 今天要把很多錢放進你的袋子 是不是?那一題又說是甚麼 喂? 你講吧,你講吧 那題又說是 我這個前男朋友 之前跟我說很多次 卡拉的牛仔外套 很漂亮 他在看節目嗎? 你也是混蛋 因為我在一個聽眾叫混蛋 OKOK 好開心 很開心因為他打你不開心 完了之後我們跟他修善的時候 你是很開心,我們很開心 明天這麼久都做了朋友 不是啊 你很想寵物寫 不是啊,你啊 明天這麼久都滿意 都滿意我們的劇服網 我沒有假表的 因為這段對話是有錄音的 我們還給老闆聽的 我們有一個新計劃的就是超時會補錢 是啊 很簡單他會直接繼續 令我們超時補停在家裡 OK啊,滿意嗎?福毛 送到你門口 其實打電話的時候 都要記錄你的地址 OK嗎? OK啊 你啊,樓上跟老闆嗎? 什麼好意思啊 其實說真的,我們在事後 很久都沒有嘗試 有空也可以寄一些東西給我們吃的 還有跟你回家的時候 都想起我們都能學到東西 喂,真的啊 你想買給你男朋友的所有東西 買給我們 買給我們 認真的 以前都有人試過 我們一定比你男朋友開心 收到的 你想想,你送給你男朋友 買完之後你說一句 不用,因為我有 或者再說一句 可能會開心一點 謝謝你了 好了,完了 完了 但如果你答給我們 我們真的沒有 我們會每一集 用15分鐘至30分鐘的時間 賺給你 那個感覺 看到你那麼虛榮 是啊 我們會下一個穿 下一個穿 不適合我都會扣針扣著後面 我們答應你 你送多少東西 每一次都會賺給他10分鐘 細碼 細碼 大碼 不要理他 不用再說他了 可以的 完的 OK的 你再說我也是那些 對,再說我也是那些 對,再說我也是那些 不要理 你也想 我打算來當然想 聊天發雪 發雪 讓我說 我們也會發雪 對,這裡比較不同 我們也會發雪 哈哈 喂 你有沒有聽我的朋友說 聽我的朋友說 聽我的朋友說 那你的朋友也要說話 對 這件事很正常 你的朋友會眼睡 哈哈 哈哈 我忘了你 不要 你記住 我們剛才跟你說的話 就可以了 認真的 認真的 記住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或者做一個他剛剛認識你的自己 萬一不記得 真的會有重溫聽法 你只要做到這一步 其實有很多兒子 都會走過來 包括他 到時候你就會有得選擇 而且你開心點 我第一句就問你幾歲 對呀,你現在多開心 多踩一把聲 馬上踩一把聲 剛才我沒有問 所以 我現在 不要緊 不要緊 年齡關係 你一定要記住 記得答應我們要做就可以了 可以嗎?答應一下 我答應 有其中報告的 是啊 你過一年再打來 看看你的情況如何 知道嗎 是啊 我就是 就是不想 情人節 過年這些期間 做這些事情 不要緊 不理會 不理會時間 這個是很好的考試 所以一定要記住 等你 是啊 當你找到工作 開心 有一個新生活的時候 打給我們 再說開心的事情 給我們聽 陳大文說4點鐘 預言說加薪 神經病 這個節目都不關於預言的 他怎麼會騙到大人 如果再不開心 就再打上來吧 好嗎 好 介紹一件事給你們看 Kissons 預備 澳門有間火候 很緊張 我等了3點半才介紹給你 平時我1點半介紹 因為你 218介紹給你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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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數百年魚村故事 澳門至尊級海鮮火鍋酒家盛世登場 世紀維景溫海鮮火鍋城 多款生猛海鮮 順酒醉影 還有早午茶市 精味點心 南北越菜 任君選擇 訂座電話 853-2883-8068 地址澳門哄仔孫逸仙博士 大馬路289號 寶龍花園地下D座 好了來到這個3點23分的時間 希望Candy真的可以趕快自身 還有他得著很多東西 首先玩自己 澳門真的有一間很好吃的火鍋店 世紀維景溫海鮮火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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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家裡一個 即是怕要面對一個女孩 小妹 努力啦 等你去面對 有很多東西真的共勉之 即是我們可能都遇到同一個情況 但我們說得出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一些事情 我們嘗試過做之後 覺得是合理的 即是跟你一起分享 希望你做到之後 你都會發覺 原來我們說話真的合理的 還有 啊? 荔枝啊? 看到嗎? 這塊是搏載的 這塊是搏載的 哈哈哈哈哈哈 喂!有什麼搏載的 喂!有什麼搏載的 對啊!走吧!睡覺了 欸!屌你又搏載了 我不想做 我試試 今天不做了 唉!也有預告一點點 預告就是 禮拜五是沒有嘉賓的 到時有什麼嘉賓呢 你去迷迷香港 12點半 有Kinson 花和阿恆在那裡 就會和大家做半個小時節目 然後1點鐘有我們 在迷迷香港那裡 大家繼續 好無在笑 話說最近應該有一個女生 就叫 Casa BBB 就有一個叫 爆片王的專業轉載過 因為EA就看到那個女生 覺得她很有趣 即是IGEMTA那個 就接了我們Facebook 那個是我認識的 因為很久以前和她聊過一次 所以她應該就會在 2、3月頭 你不要說上 上再笑 對 因為她這個月要上班 我問她 我不是問她一次 她要上班 所以要等3月的時間做上來 好啊 話說我跟Eric看 其實一開始看 是桑妹 一看的時候覺得她的樣子 真的有點麻麻 不要說不行 很麻麻 但看完整條影片之後 我很喜歡她 真的很棒 其實她很有趣 我們可不可以現場一個高登帖 她是桑妹 她很想玩 那可以 什麼時候 3月頭 星期五在迷迷那邊 再見大家 Peace